今天这支视频呢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品牌聚焦 如果你有看标题的话应该知道 今天关注的品牌呢就是Charlotte Tubery 这里呢我也准备了我所有Charlotte Tubery的产品 接下来呢我会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它们的使用感受 希望这支视频呢会对大家有帮助哦 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类品牌聚焦的视频呢 记得给这支视频点一个赞哦 首先我们先从底妆开始说好吗 底妆方面呢我入了它家的Wonder Glow Instant Soft Focus Beauty Flash 那这一款妆前乳呢 它是强调可以给肌肤一个比较自然透亮的光泽感 如果你不喜欢用光泽乳液这么突兀 但是又希望肌肤能有一个自然透出来的光泽感呢 可以看一下这一类的带光泽感的妆前乳 因为之后还会上粉底液 所以它不会说是太亮的那种感觉 但是光泽乳液呢是加在粉底液里面 所以它是会让肌肤有一个很明显的光泽感出来的 它们两者是不一样的哦 那这款妆前乳呢好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它的保湿性很不错 另外质地质感也很清爽 不会说太滋润 所以如果说你的皮肤太干的话 可能这一款不一定适合你使用 我自己是属于混合偏干的肌肤 我用它就觉得很舒服 化妆呢通常我都不喜欢有一个很厚重很油腻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清爽 它挤出来是肤色 推开之后呢几乎看不到什么颜色 但是能留给肌肤一个比较自然透亮的光泽底妆 所以这款妆前乳呢我自己还挺喜欢用 说完妆前乳就到粉底液了 By the way大家最近有出一款新的粉底液是玻璃瓶装的 你们有尝试吗 如果有试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请效果如何 那我自己呢是拥有它家的这一款粉底液 叫Light Wonder Use Boosting Perfect Skin Foundation 这款粉底液里面呢是带SPF15的防晒汁 其实这两款产品我之前有特别做一支review的视频 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去看一下那支视频哦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info box里面 大家可以去点击查看 其实这款粉底液我在买的时候呢 觉得它应该是属于比较轻透轻薄 跟Chanel Vita Aqua Lumiere那款粉底液会比较类似 但是当我收到它之后呢惊喜就来了 它不但质地清爽舒服保湿 并且遮盖力呢是有的 它会比Chanel Vita Aqua Lumiere的遮盖力要好 另外它又不会给你一个很厚重的感觉 所以质感很舒服 那它的保湿性我自己也觉得挺不错 还有15的防晒值 它的质地质感也是drill状 推开之后呢有一个保湿清爽感觉在那里 很舒服 这款粉底液我自己到目前呢都很喜欢 它家的双胸应该算是经典产品吧 不论是包装还是内在都非常的漂亮奢华 包装就更不用说了 是我非常喜欢的玫瑰金 打开之后呢就能看到高光和修容 这个盘呢我从来都不敢直直的这么难 因为当我收到它的时候呢 它的修容盘就直接这么掉出来了 还好是在房间打开的 是地毯没有碎 如果是在厅里打开的话呢 我想它现在已经碎的不像样子了 如果硬要说缺点呢 这个算是它家的一个缺陷吗 它家的高光和修容盘我都非常喜欢 高光呢是属于比较突兀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是在找一个比较低调 日常可以使用的话 这个盘可能不太适合你了 因为它这两个颜色的显色度都还挺好的 修容是我很喜欢 因为它的颜色不会说偏红 也不会说偏灰 介于中间我觉得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肤色 Charlotte Tuber家的粉质都处理得相当好 所以是很细致细腻的那种粉感 很舒服就是摸上去你已经感觉到很顺滑 很柔滑那显色度呢 也是很佳如果说你很喜欢这个品牌 想找一款高光 但是这款高光你又觉得太突兀的话呢 等一下我会分享另外一款高光给大家哦 那这款双修盘呢 我自己到目前为止都是很爱的 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是它家的眼线胶笔 那我入的是一个棕色 这个眼线胶笔持久性相当好 只要画了之后呢 你拿卸妆棉都很难把它擦掉 而且笔心比较软 这一点是我很喜欢 我很不喜欢用到眼线笔 笔心是很硬的那种 因为画的时候会痛 那这个呢就画的时候很舒服 我知道一定会有同学说 笔心软的话在刨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断 但是Charlotte Tuber家眼线笔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非常容易刨 这也是我很爱它的地方 我想这只用完呢 接下来我还会再回购这一只的 真的超好用 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最近我有入它家新出的粉饼 这款粉饼呢 果然也没有让我失望 刚才我有提到 它家的粉质处理的非常好 那这块粉饼呢 算是第一名了 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致柔滑 就是摸上去 你已经能感觉到那个粉质的细致 非常赞 我选择的色号是1号 我觉得它擦上去颜色会比较透明 不会说是很重的颜色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很喜欢的 我很害怕用粉饼是因为我很害怕那种粉感 但是这款粉饼呢完全没有那个问题 就是非常轻盈的一款粉饼 这款粉饼呢很特别 它买的时候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粉铺没有刷子 这算是它的缺点 但也算是它的优点 看不同的人喜好 像我自己呢就觉得这是它的优点 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用粉饼里面的粉铺或者刷子 基本上都是用随身携带的 Kapuki刷子来刷粉饼 所以我觉得粉饼里面自带的粉铺和刷子 对于我来说是多余的 这款粉饼我对它的评价很高 所以如果需要粉饼的同学 不妨去看一下这款粉饼哦 Shallet Tuberi家的唇膏呢我有两支 一支是叫Coach Ella Coral 另外一支呢是叫Beach Perfect 这个名字真的是起得好尴尬 那一支呢就是Coral色珊瑚色 非常漂亮的珊瑚色 今天我也有用这个颜色 超可爱 而且这个颜色呢就是感觉很有活力 很有元气很活泼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珊瑚色 各个品牌的珊瑚色呢 我都会特别留意一下 Shallet Tuberi家的这一支珊瑚色呢 毫无挑剔 我觉得颜色会比较日常自然 平时白天外出的话呢 也可以擦这个颜色 那它家的唇膏呢还挺creamy 持久性也还不错 当然不会说持久一整天 它毕竟不是唇有 所以如果中午吃完饭呢 可能还是要稍微补一补 但是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它的保湿滋润度都还不错 挺喜欢 那另外一支Beach Perfect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裸色 它是一个比较偏蜜桃的裸色 擦上去不会像是生病 裸色我觉得在唇膏里面是比较难选的 因为选的不好呢 就会像生病 那这个裸色呢 我觉得超正 所以这一支呢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 这个色号呢 是在它家比较经典的 如果大家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呢 可以挑选它家比较经典的彩妆品 像这些颜色呢 就一定不会出错 这两个颜色我到目前为止也是超喜欢 哦 并且我要说一下 它家唇膏的显色度很好 基本上刷一下呢 颜色就出来了 很饱和 Shallet Tubery家的眼影盘也很出色哦 那我自己呢 收了一个色号 叫La Vintage Vem 这个颜色跟我今天的毛衣好搭哦 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偏暖色调 很秋天的颜色 它的显色度呢 也是非常赞 只要轻轻一摸呢 颜色就上去了 很漂亮的颜色 眼影的粉质呢 也相当赞 那它这边呢 是有一个大镜子 我就把它遮住了 省得亮到大家 这个眼影盘呢 是我在它家这么多眼影盘里面 最喜欢的一盘 眼影的颜色 我通常都会选暖色系的 因为会比较搭我的肤色 那这个盘呢 是我到现在都很喜欢 另外要说一下 它们家眼影盘的包装 做的非常轻巧 好好携带 那打开里面呢 也是很奢华 所以我觉得这个眼影盘呢 是一个低调的外表 然后华丽丽的内在 很漂亮 之前 Charlotte Tilbury跟 Norman Parkinson合作 出了一系列的限量 那它们的包装呢 都是这种粉色的 非常可爱 它家经典的包装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限量的包装 很吸引眼球 那我入了两款产品 其中第一个呢 就是它家的腮红膏 这款腮红膏 还是一位同学 在YouTube下面留言 推荐给我的 非常喜欢哦 谢谢你的推荐 包装非常复古 很美 旁边呢 也是有玫瑰金 打开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镜子 这个就是腮红咯 是不是很可爱的颜色呢 哇 这颜色 看上去非常鲜艳 其实它在擦的时候呢 显色度并不会像 这个颜色这么红 如果要擦到这么红呢 可能要叠加好几层 但是只要轻轻淡淡的 拍在笑肌上呢 颜色出来非常自然 很美 这款腮红膏是属于 霜状的霜状腮红 它会有一定的粘度 所以如果你是 混合性偏油 或者是油性肌肤的同学呢 就要避免在春夏天 使用这种质地的腮红膏 因为可能你会觉得 不舒服 油油腻腻的感觉 这种质地的腮红膏 会更适合混合性 混合性偏干或者是干性肌肤的同学使用 会觉得有一个保湿滋润的感觉 在笑肌上 那这个颜色呢 就真的没得说 超漂亮 很亮眼的一个珊瑚色 这款腮红膏的持久性 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基本上 它会老老实实地 待在你的笑肌上一整天 外出的话呢 就不太需要补妆 这一点是我很喜欢它的 刚才有提到 如果你觉得双修里 那款高光太突兀的话呢 我有另外一款高光要给大家看 也是来自这个限量系列 它的包装呢 一样也是超复古 很漂亮的包装 它会比较偏蜜桃色 那这一款高光呢 就不是说特别明显 比较适合日常白天的时候使用 它的粉质也是超细致 哪怕你是油性的肌肤呢 我觉得这一款高光都适合你使用 之前一直很享受 Tom Ford家的眼影膏 但是觉得价格有点小贵 那后来Shelett Tubery家 也出了眼影膏 就毫不犹豫入了三瓶 那这三瓶的颜色呢 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首先第一瓶的色号呢 是叫Gin 它是一个眼部打底的颜色 很漂亮 单擦或者是在它上面 叠加眼影膏都会很美 另外这个颜色呢 可以用来打亮眼头和卧蚕 有些同学问我说 By Terry的眼影笔 适不适合用来打卧蚕 我个人觉得这个会更适合 用来打卧蚕一些 因为By Terry的眼影笔呢 比头比较粗 除非你是用比较细的眼影刷来刷 否则如果你那么直接上呢 可能会刷到其他的地方 另外By Terry的眼影笔 闪度会比这个要大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会更适合一点 非常漂亮 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很推荐给大家 通常我买不论是眼影也好 眼影膏也好 颜色都一定会是比较日常自然的 不会说买一个绿色或者是蓝色 因为我知道这些颜色呢 是我平时不会用 可能买了纯粹就是为了放在家里面看 或者试色给大家 那这三个颜色呢 都是我觉得非常百搭实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 刚才说的这个打底色 那第二个颜色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一个带金属感的棕色 这个棕色非常漂亮 它家的眼影膏质感很神奇 看上去是像霜状 但是摸上去之后 会是软软的感觉 当你刷在眼皮的时候呢 就像慕斯一样的那种触感 另外持久性也是相当好 这个颜色是我在这三瓶里面 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很推荐 如果说你只想买一瓶的话呢 这个颜色是我超推的 因为我觉得它很自然很百搭 平时如果你想都不想 拿一瓶眼影膏来使用的话 这个颜色一定是最百搭的 不论你搭什么样的纯色腮红 它都适合 并且北半球的秋天来了 这个颜色也非常适合秋天使用的哦 那我今天有用这个颜色 刷在整一个眼窝里面 非常漂亮这个颜色 最后一个颜色呢 是叫Mona Lisa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比较偏深的棕红色 同样也是很漂亮 但这个颜色呢 会比较深一点 如果你想打造一个烟熏妆呢 这个颜色可以用来打底 但是我自己呢 会把它刷在眼尾 像今天呢 我就是用小的眼影刷 沾取了这个眼影膏之后呢 着重在眼尾的地方 会觉得很漂亮 这个颜色我自己也很喜欢 这三瓶眼影膏 是我非常推荐的 很赞 而且持久性 一级棒 Shayla Tilbury的最后一款产品 也是我踩到她家第一个地雷 就是她家的睫毛夹 真的非常不好用 刚开始用的时候 觉得还可以 就是夹的时候 还觉得能把睫毛夹翘 但是用了两三次之后呢 就像用了很久的睫毛夹那种感觉 如果你一直有用睫毛夹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松松了的感觉 所以不是特别好用 而且她的这个弧度呢 我觉得不适合亚洲人的眼心 我经常就是后面有一撮睫毛就没有夹到 所以需要另外再夹一下 因此呢 大家迟一点可能也会看到 这个睫毛夹出现在我的雷品单元里面 而且性价比非常低 这个睫毛夹的价格不便宜 有很多其他品牌的睫毛夹都比它好用 所以这个睫毛夹是我不推荐的 好了 这些就是我所有Shayla Tilbury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 Shayla Tilbury的彩妆品是我自己很喜欢 每一样产品呢都有它的特点 而且她家的彩妆品不论是包装还是内涵 我个人觉得质量质感都做得相当棒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品牌聚焦这类的视频呢 记得给这支视频点一个大大的赞哦 这支视频真的是录得好不容易啊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呢 是我录的第二遍了 第一遍呢已经完全都录好了 结果我又重录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关系 我忘记画眉毛了 哦真的是要哭了 录完我把SIM卡放到我的电脑里面一看 我就整个人要晕过去了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删了 重新再录一遍 那在录制的过程中呢 这个太阳也很不争气 一下出来一下躲在云里面 所以呢我又需要再调光 这支视频的光线呢不一定是最佳的 但是我不断的都会再调整好吗 请大家多多包含哦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不要犹豫赶紧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咯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拜拜